大家好,我是队长 在2023年开年元旦当天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中国奇谈》正式上线 并且一开播就收获了极高的口碑 开播5天,兜漫评分9.6 截止到今天依然保持了9.5的高分 而B站播出量已经突破了5000万 可以说,《中国奇谈》丹德奇 2023年国漫《开年之光》的美誉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部口碑优秀的作品 却在昨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 被顶算了热搜 而热搜的标题是 家长炮轰《中国奇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 里面大量内容指责《中国奇谈》作为一部动画片 但不论是画面表现还是蕴含的教育价值 都不是小孩子能够接受的 原帖如下 仿佛全网都在吹《中国奇谈》 我很想问你们看过吗 一个动画片一般应该是给儿童看的吧 那作为一个儿童看的是什么反应呢 我的孩子看第一集的时候 被乌鸦的装鬼给吓哭了 第二集开始不到一分钟就吓哭了 这是拍给孩子看的吗 孩子看了绝对有童年阴影 这样一部动画片 想交给孩子什么呢 有什么教育意义吗 如果没有教育意义 那么可以给孩子带来欢乐吗 如果会带来童年阴影 哪怕是一丁点 作为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看到这样的 有人说 这部动画在讽刺社会 暗喻打工人的生活卑微 那么这部动画片如果是给孩子看的 是教育孩子从小就厌世吗 如果不是给孩子看的 作为一个成年人看过之后 感觉也还是幼稚的动画片 有些剧情就是强行搞笑 但是画风我是认可的 这是我们印象中的中国画风 问题是既然可以做到这样的画风 为什么之前出现那么多喜羊羊之类的幼稚画风 感觉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那样 总是在某一方面给孩子们的成长 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样一笔 真的庆幸我们的童年 有那么多优秀健康的动画片 全文看下来 原博的大致意思是 中国企团的一些画面会让孩子感到不适 同时里面所蕴含的内涵 又不是儿童能够理解的 因此该网友认为 中国企团是一部很失败的作品 而该言论发布后 严厉可引来了全民激愤 许多人都对原博进行了反驳 对此我也认为 所谓的动画只是给孩子看的 这种逻辑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动画只是内容的载体 与作品的目标人群毫无关系 而且原博所谓的 中国企团对孩子没有任何的教育意义 也是完全的偷换概念 并不是指小孩战士无法理解 就是什么都没有 第一集 小妖怪的夏天 指的并不仅仅只是对打工人现状的吐槽 还有工作与家庭的思考 对人生的规划和善恶选择的讨论 但是原博全然没有看到这些 并且原博将孩子无法理解的问题 怪罪到动画身上 就如同家长举报动画游戏 带坏孩子一样 家庭教育除了包括供养读书 让孩子吃饱穿暖外 还应该包括文化思想的培养 如果家长说孩子看不懂 那家长是否有责任和义务给孩子讲解呢 单纯的举报 更可能只是家长逃避家庭教育的甩锅行为 并且 中国企团不仅仅是给小孩看的 成年人同样能从中看出许多的深意 而非原博所谓的话风看起来十分幼稚 最后我说句可能是暴论的发言 原博的文章 我怀疑可能只是为了引发争议 而故意发布的营销文 单从文章的结构来看 开篇就是 大家都在夸 但我不这么认为 这种经典制造对立的话术 很明显就是为了引发争议 而其中的内容 也都挑选了最能引发当中情绪的表达 诸如 孩子不喜欢 没有任何意义 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看等等 结合文章里面破绽摆出的论点和逻辑 展现出来的仅仅是挑起所谓的 家长举报派群体 和动画粉丝之间的矛盾 但是所谓的真相 大众自会分辨 中国奇谈不论是画风还是内涵 都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 尤其是8090后的粉丝看完 更是有一种梦回童年的感觉 刚看到大圣拉起小猪腰 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 都会有一种 爷的童年回来拉的感觉 真正优秀的作品 是不会那么容易被谣言所击败的 因此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袁博的言论会对中国奇谈 带来负面的影响 始终 9.5的豆瓣评分 以及大量的二创 已经足够说明这部作品的优秀品质 最后 我也想再度向大家推荐 中国奇谈这部优秀的国漫 就像官方所专写的梗概一样 中国奇谈的故事 中南古今 展望未来 从乡土眷恋到科技幻想 从生命母题到人性思考 展现着中式想象力 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哲学 也希望中国奇谈能够越做越好吧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